马上就过年了 南京市民吴先生到那个水关桥附近的一家粮油店 干嘛买了几袋大米 但是打开吃了几次之后发现 米里边啊有一块像蜡块一样的疙瘩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打蜡米吗 看现场 吴先生前几天逃米时就发现大米中有异物 当时没有在意 那边早一早一度 大米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随后吴先生在吃剩的米袋中翻了翻 又找到几块纸尖大小的淡绿色团块 里头还包裹着米粒 接着找到吴先生购买大米的粮油店 工作人员表示 大米都是从粮油批发市场进的货 随后 借着将五千世家的大米送到粮食批发市场 市场负责人和经销商查看后表示 这些硬块是糠米块 工作人员表示 大米在出售前都要经过抛光加工 抛光过程中需要加水 有的糠米团因为被及时减掉而换入在重新开机生产的大米堆中 并包装入袋 这种情况几年前就有发现 在店里散装销售时 销售人员会把杂物挑出来 但承包的大米就没法挑了 目前他们已经要求经销商将粮油店剩下的几道大米全部召回 并要求生产企业进步提高生产工艺 尽量避免糠米团流入终端市场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